到底是一個禮拜了 我的姨媽怎麼還沒來啊 許多女性對於身體及不準時報道不以為意 可能還覺得樂得輕鬆 不過要小心 可能是多囊性卵腸症候群作祟 影響身體出現代謝的問題 像是一人小禎之前就飽受這個問題所苦 婦產科醫師表示 如果女性朋友發現 月經遲遲沒有來報道 或是月經週期十分不規則 又持續發胖、長痘痘 還有一些男性化的特徵 像是手毛、腳毛變多 還有雄性膚等現象 就要小心 可能換了多囊性卵巢症候群 如果長期沒有適當的治療 還會造成子宮內膜增生 不正常出血 甚至增加子宮內膜癌的風險 生活中應該注意 透過超音波檢查 可以確認是否為多囊性卵巢症 平床上常會給予口服避孕藥 調整月經週期的異常 以及可以配合降血糖的藥物 調整代謝的問題 平常也要少吃高熱量的食物 像是蛋糕、含糖飲料 以免容易影響體重的控制 可以配合慢慢養成運動的習慣 搭配做有氧運動 對於調整身體的代謝能力 都有所幫助